民國一百年6月19日 曹晉公園所在地長灘裡天氣放晴 今天當地漁民的心情就好像在辦喜事一樣 因為他們即將迎接新船新金鴻號入港停泊 而這裡已經有十多年沒有再造新船了 當新船快要入港之前 居民將早已準備好要慶賀的鞭炮 懸掛在平浪橋上 老老少少站在橋上興奮地等待新船入港 我們要先放我們這裡要放 我們要來外放 來了來了來了 中午一點多 新金鴻號出現在長灘裡與港外 這時平浪橋上與船上的鞭炮 不約而同地燃起 大夥興奮的情緒也伴隨著鞭炮開始燃起 城長林子逸與他的大哥林泰宗以及堂兄林興勇駕駛著嶄新白色且掛滿居民祝賀旗帜的新船 在漁港外先以順遲中方向繞行三圈 然後入港 當船進港後先以船手直接停靠碼頭 鞭炮燃放完後船長與家人依習俗從船上撒下麻糬 丟麻糬為日本人船下的習俗 新船下水時做三個大麻糬 放在船手船中船尾 再用竹籃裝很多小麻糬 船停靠碼頭後 從船上丟麻糬給周遭親友 意味著從船上丟下很多魚了 象徵這艘船將會有很多魚來真實的好運到 又是大魚 與生油條起往 有生油條起往 船進港前就好 同時 有無小機 像是